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日更TV 日本的爱知愿名古屋史发生了一宗男子陈思屋企衣柜案件 警方发现死者全身赤裸 双手臂反绑 尸体被戴毛巾包住 而他所陈思的房间房门甚至被膠带密封住门缝 验尸结果就显示 这个男子已经死了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尼奇基是他的家人直到近日 都还可以透过社交媒体与他联络 不排除是严犯故意制造男子仲在山的假象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名42岁的死者叫做阿暴光一 他姐姐因为已经连续几个星期联络不到他 所以在20日向警方通报失踪 警方接报消息后 在21日下午3点左右 去到阿暴光一居住的名古屋市中区公寓调查 当警方破门而入 发现其中一间房门的门缝被膠带封死 原先是怀疑有气体碍尸的危险 所以都不敢大意 经人员小心翼翼拆除膠带进入房间后 阿暴光一被发现藏尸在屋内的衣柜 而且全身赤裸 雙手被捆绑 并且用毛巾包住 由于现场并未发现气体外泄的情况 怀疑空手密封门缝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的气味传出 经过警方的调查 死者是一间二手店的店长 不过店面由11月开始就暂停营业 附近的民众就表示 店铺门后一个月之前就将贴了一张告示 写着店长因为要住院所以暂停营业 警方不排除这张公告并不是死者所贴 另外根据死者的家姐表示 最后一次和弟弟通话已经是在9月底 之后就联络不到对方了 经过法医的检验 阿布光一死亡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前 死者的遗体虽然出现腐烂的迹象 但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详细的死因 警方还发现阿布光一的社交媒体账号 直到近日仍有使用的记录 并且还和家人传过message 怀疑是空手使用死者的账号和他家属联络 试图营造他还在生的假账